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修十善业,依着十善业,再去修布施、慈戒、六度万恨 这个福报才是真的 最低限度是想人天福报 我们看看过去前清朝、康熙、乾隆他们的福报是生生世世修的 不知道修了多少事,累积成为人间帝王 六道里面的果报不是究竟的 聪明人一定要超越六道 即使发愿到六道 救度苦难众生 一定要成愿再来 为什么呢? 成愿再来 它是愿力生 不是业力生 成愿再来 成愿再来的人 一定不造业 成愿再来的人 感情 会转变成智慧 它处事 带人接物 是真实的智慧 还有感情 这是夜报生 水夜流转 我们再来听下一段的经文 离不予取而行失故 偿妇财宝 无能倾夺 罪胜无比 稀能备及诸佛法障 我们修行在哪里修呢? 六根接触六成的境界 如何把情事 转变成菩提 在日常生活 处事 带人接物 做一个大的转变 一定不能有自私自利 顺境不起贪爱的心 逆境不起称恨的心 我们就是要止于自善 跟一切众生接触 起心动念 一定跟十善业相应 别人要 我们就给它 这里送出去了 那边就送过来 永远不会断掉 所以说越布施越多 我们来观察这个社会 都在造恶业 不知道修福报 认为在造业是自己的聪明 不晓得福报是他命里面有的 因为他造罪业 已经打了折扣 他还享有这么大的福报 过去世间圣贤人多 修学的环境好 家里面有老人做榜样给我们看 社会上有很多学者 也做榜样给我们看 圣贤教育是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够成为圣贤人 佛法的教育是希望一切众生 造成佛道 眼陪法师就问老和尚说 如何做到法源殊胜呢 净空老法师就告诉他 布施 无条件的布施 我们的法源自然殊胜 自己认真做到佛陀的教诲 我们依教奉行 法源自然殊胜 我们再来听下一段的经文 离非犯行而行失故 偿妇财宝无能倾夺 其家直顺 母及妻子 无有能以欲心侍者 这一段是讲不邪淫 离开邪淫 我们的家庭美满 每个人正直合顺 家庭美满 要修善行 才能够有这种感应 家庭合顺 一定要断恶修善 才能够得到 今天社会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家庭伦理道德破坏了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 我们想想自己 没有修食善业 社会大众 他把食善业也疏忽了 希望我们同修 过去我们的思想行为不正 应该要忏悔 真正的忏悔 是改过自新 知道这是错误的 把错误改掉 从今天起 我们不再犯这个错误 这叫真正的忏悔 真正的善知识 他们明白这个道理 重实质 不重行事 行事有什么作用呢? 行事就是跟唱戏一样 是做给别人看的 希望社会大众 看到这个行事 生起忏悔心 佛家所有的仪式 是演戏 那是接引众生的 这是属于试色法 自己修行 不再行事 是在内心里面的真实觉悟 我们内心不能觉悟 行事做得再好看 没有用处 转不了夜报 我们从内心里面 发愿做一个好人 什么叫做好人呢? 具足十善业 这个人是好人 如果我们念念搞十二业 对待一切众生有怨恨 伤害众生的念头 我们就是不散 夜阴果报 是自己造作的 自己要承受 我们再来听下一段的经文 离虚狂语 而行事故 偿妇财宝 无能倾夺 离众毁谤 设持正法 如其誓愿 所作弊果 妄语两舌 是佛法里面的大界 李秉兰老师 警惕我们 从古代到现在 很多修行人 所修机的功德 不能成就 为什么? 都是从妄语两舌 当中漏掉的 我们所修的功德 不见了 两舌是挑拨是非 我们常用 不真诚的心 去对待别人 我们说的话 没有人能相信 一定遇到别人的毁谤 在我们佛门当中 能得到大众的赞叹 没有毁谤 只有一位 印光大师 其余的大德 都不能够避免 这一生修得好 这是过去世 所造的夜报 有这种果报 我们要警惕自己 毁谤来的时候 过去的恶业 就消掉了 别人毁谤我们 我们一定 不可以毁谤别人 我们过去造的恶业 就消掉了 别人 没有高下 人的心能平等 看一切人 事物 都能用平等的心对待 平等心是什么呢 就是离开妄想 分别执着 心就平等了 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 我们再来听下一段的经文 离离间语而行失故 偿妇财宝 无能倾夺 眷属和睦 统一自乐 恒无乖真 这是离开两舌 所得到殊胜的果报 是出世间法的基础在家庭 家庭不能和睦 出世间法的道业 就不能够成就 家庭为什么不和 因为两舌造成的 挑拨离间 在出世法里面 是破坏道场的罪业 一定堕阿比地狱 没办法救 这就是破和和声 破坏一个声团 这个罪比道生且物的罪 不知道要重多少倍 如果我们已经做了 能不能补救呢 佛陀不能救我们 可是我们可以救自己 自己要真正忏悔 改过自心 天青菩萨年轻的时候无知 年轻学小成 在小成里面有成就 为小成做了五百论 毁谤大成法 这个人有智慧 以后接受哥哥 吴卓菩萨的教导 自己后悔 过去毁谤大成 在佛面前忏悔 要割掉自己的舌头 吴卓菩萨就制止他说 你何必割掉自己的舌头呢 过去你用自己的舌头 毁谤大成 你今天真心忏悔了 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舌头 来赞叹大成法呢 天青菩萨的视线 教我们如何回头 怎么做 从前做错了 现在要赞叹大成法 拥护大成法 如果我们做了破坏道场的事情 破坏生团的事情 现在我们帮助生团 团结 帮助佛法 这叫真正的忏悔 从前的罪业 才能够真正忏除 佛陀在经典上说 八路忏悔 就是向大众讲 我们过去种种的言语 行为做错了 破坏别人 兄弟之间 朋友 眷属之间的 关系不合 这是两舌挑拨 我们现在知道错了 希望他们能和好如初 自己两舌的罪过 才能忏除 新加坡有一位谈禅法师 净空老法师 常赞叹他 他很不容易 在城隍庙 摆一个小摊子 卖箱 卖蜡烛 卖纸钱 一块两块钱的赚 自己生活得非常辛苦 多年积蓄下来的钱 都到大陆帮助佛法 他将来的福报 捐出去之后的钱 都是美金 一百万 一百万的捐助 他将来的福报 一定不可思议 他把捐出去之后的钱 告诉别人 因果自己负责 我不闻不问 这是真实的功德 善心 善念 善行 一定感得善果 我们的发心 决定有我们的福报 真正做到三轮体空 这个善心 比福德还要殊胜 净空老法师 不求长寿 只求正法常住 世界和平 社会安定 人们能够和睦相处 老和尚 有一点能力 一定尽心尽力 帮助大家 家和万事心 一家人 真正团结在一起 哪有不兴旺的道理 道场里面 在家出家大众和睦 道场一定会兴旺 我们再来听经文 离出恶语 而行失故 偿付财宝 无能倾夺 一切众慧 欢喜归一 沿街信寿 无为惧者 这是不恶口 所得到殊胜的果报 我们会得到大众的欢迎 口语里面 说话出鲁 让大众听起来不舒服 就感得别人不拥护我们 十善业道 是我们修行的基础 修行 最重要的在起步 起步做得不好 前途就没有了 十善业道 这不经典 通大成小成 通一切佛法 福报 智慧不圆满 我们要看细行 细行就是十善业 我们再来听下一段的经文 离无异语 而行失故 偿妇财宝 无能倾夺 言不虚设 人皆尽寿 能善方便 断诸疑惑 这是不其语的殊胜果报 其语是很会说话 花言巧语 喜欢骗别人 诱导别人 走向不善的道路 我们在电视上 看到世界不同的族群 的歌舞内容 如果与十二相应 这个国家一定会动乱不安 如果歌舞内容与十善相应 这个社会一定是安定兴旺的 中华民族古老的戏剧 守住四个原则 中、校、节义 这是社会的教育 从前教育部官员 向方东美教授请教 美国将来亡国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方东美先生回答说 是电视 他的电视内容全部是十二 我们来听净空老法师说故事 题目是天青菩萨 兄弟三个人 大哥是吴卓菩萨 老二是狮子诀 天青菩萨是老三 他们三个人都是修弥勒净土 老二狮子诀先往生 兄弟三个人约好了 清净往生弥勒净土之后 生到那边要赶快回来 给他们报信通知 老二狮子诀一往生之后 就没有消息 等了好多年也没有消息 吴卓菩萨往生了 三年才回来告诉天青菩萨 天青菩萨说 你去了三年才回来 你是不是马上去就回来告诉我呢 吴卓菩萨说 是的 原来都率天 他跟我们这里有时差 都率天一天是我们人间的四百年 他说 我是见了弥勒菩萨 马上回来告诉你的 人间已经过了三年了 那老二狮子诀呢 老二经过多率天的外院 看到外院太好 很留恋 就没有进去内院 到那边去享福了 那边的环境非常好 他一看到了就起了贪心 这个故事能警惕我们 所以佛教导我们要以苦为师 在这个世间苦一点好 苦一点没有贪恋的念头 如果生活太富裕 舍不得离开 往生极乐世界就没份了 福不能想 古人讲福中有祸 福容易变成祸 祸不容易变成福 就是说福的力量没有祸的力量强大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感谢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大德 阿弥陀佛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国小 国中生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两体温 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以备 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传授八观哉戒 即大悲战法会 恭请慧态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主法 日期7月19日星期二 时间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因为其实所有的环境的破坏 都是因为人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解决所有的环境的破坏 必须再把人放回去这个体系里面 才有办法 我在2010年是有一次机会 因缘跟着领务局的一些长官 跟一些NGA的朋友 一起到日本去参访 那次参访的主要目的就是参访日本李山的案例 因为那次的参访的机缘 让我认识了严建子记先生 他是日本在 之前台湾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半龙半X 那其实这是日本在推李山倡议的一个烂伤的起源 所以在那一次的经验里面 我们在 严建子记的故乡林布市 他带我们去看一个梯铁 哇 让我非常感动 你知道那个梯铁 其实我们小时候就在山上就有很多梯铁 可是我们都费根了 可是日本的梯铁是 你就顺着山那个林线 1010的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日本种到种的非常漂亮 然后日本山上 你像看山上那个血水融化出来的干净的水 就像我们之前在巴恩区的那样的干净的水 然后所以这样子的梯田的地景 不但提供了文化的厚度 就是你看到视觉的文化的景观的厚度之外 你还看到因为这些水 因为这样子你用无毒耕作的方式 用有机耕作的方式 其实让很多动物在里面可以生存 比如说水里面就光是水 水是所有生物的源头 光是水里面就有田螺 又有龙园 又有很多小鱼小小在里面 甚至水草 你看了都会心情很愉悦 那甚至到晚上你愿意做夜观的话 晚上连鹿都会跑来喝水 所以在日本的礼山经验里面 那我看到说原来 我们不用刻意的去保护任何一种物种 我们只要先把人 当然先够肚子再够不做 先把人的肚子顾好 但是心有一律之余 我们只要人不要求太多 我们把环境顾好 原来我供养的这一块稻田 不只是养活我自己的生活 其实还养活了几千三万的动物 所以这才是李山倡议的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说我们只要不要农药 不用化肥 不用除草剂 我们就友善地对待大地 那你知道我们只要取 我们就该取的 我不会要求说我的一分地里面 一定要种出两千斤 也许我们只能种出一千斤 但是我种出两千斤 不断地用化肥 不用农药 我要创造出最大价值之外 当你愿意放下这个沉浸跟观念的时候 那你就会学会跟大自然相处 青蛙就会回来 所以青蛙回来是 你看所以这个白雁的画面多么漂亮 是发现人可以跟大自然共生 人取得他应该有的道子 然后青蛙也因为你的友善耕作 他有地方可以下蛋 他就会给你最棒的大自然的乐章 他其实进来还不只青蛙而已 还有更多的生物也都回来了 每一个迎面而来的陌生人 他身上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 那关键是我们愿意用更开放的心胸 去讨论我们认知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就会被捐得到